小鹿是青浦区重固镇上的一家店里的营业员 今年4月份发生的一件事 给店里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虽然店主对他们很宽容 但他的一位同事还是因为愧疚而辞职 通过店里的监控 我们还原了当天所发生的一切 4月28日中午12点05分左右 店里来了两名打扮时髦的女顾客 红裙子30来岁 白裙子40来岁 小鹿和他的同事当时忙着接待 根本没留意到随后跟进来的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 据他事后不宜 即便当时留意到了 可能也不会产生太多的警惕 第一个先进来 然后他到我这里 我就问他需要什么 他说想看看口红 我说你需要哪一款口红 然后他就说你帮我拿 好然后我就给他试 试了之后 他说不行这个换一款 然后我就看后面又跟来一个女的 年龄比较大 接近有40岁 还有个店员 那个女孩子他就去接待他 当时店里只有两名营业员 顾客也很少 那名小男孩进店之后 表现得非常警惕 视线一直盯着两名营业员的方向 发现没人注意到他之后 立刻猫着腰窜到收银台里面 此时小鹿正在为女顾客试口红 小姐花店的位置不算太好 但盛在租金便宜 因为不少老顾客经常光顾 小本生意做的倒也是有声有色 听说前些天附近发生多起失窃事件 陈小姐多留了个心眼 请人到店内安装了监控摄像 但她怎么也没想到 10点钟刚调时安装完毕 11点多就派上了用场 根据监控显示 11点22分过后 一名蓝衣服和一名黑衣服妇女一起出现在花店外 黑衣服的进了店 而蓝衣服的一直在外面徘徊 不时的四处张望 没过多久 一位身穿紫色衣服的妇女带着一个小女孩进了店 陈小姐本来正在店里给盆景浇水 店里还有黑衣服 紫色衣服的妇女以及小女孩 黑衣服妇女跑到店外开始询问花草的价格 陈小姐便跟着去了店外 紫色衣服的妇女故意走到门口 隔断了门外的视线 这时候小女孩动了手 她走到最里面的桌边 拎起一个蓝色的手提包 走到盆景架子后面 将提包随到外衣里面 小女孩个子很小 衣服也不够大 往外走的时候 手提包的一角还露在外面 陈小姐在外面忙着招揽生意 根本就没留意到手提包被偷了 是检察院自己录制的一段视频 画面中在桌上爬来爬去的小女孩叫清醒 是这个案子中唯一一个能接触到的孩子 她知道自己的老家在湖南道县 但是对于自己究竟几岁 生日时那一天 她根本就说不清楚 没有户籍信息 也从来没去过学校 也没有接触过集体环境 她从出生到现在都没有去学校里读过书 包括也不可能上药元 因为她等于是没有户口的 她从出生到现在其实一直是在家里的 包括她自己也说 她也没有去学校上过学 所以她对于相关 就是相对于一般同龄儿童来说 她这个认知能力是比较差的 所以她的语言表达以及她的一些 这个作息习惯上来说 其实是跟一般的儿童相差别很大 涉案的几名妇女是她的同乡 她们带着亲情来上海的唯一目的 就是利用亲情年龄小 个子小 不容易引起别人警惕 从而实施各种盗窃行为 每一天都要作案多起 全年无休 她们把亲情带在身边也是有代价的 使用一个租赁的方式 就比方说 我是这个孩子的父亲 我把这个孩子交托到你手里 一天是 每天是按天计算 就是你给我致富一定的报酬 然后我把我这个小孩子借给你 让你借给你出去犯罪 然后就是这样安劳取仇 当时寄生干部我们反馈 他们也一直在寻找这家人 就是他们这家人的案子 已经起诉到当地法院的寄生法庭去了 他给我们看了一下 他们收集到的一些材料 我们看到这个小女孩家只有四个孩子 但其实这家有六个孩子 而且在当地像亲情这样的孩子 还有默认的价码 一个儿童被别人租出去 被父母租出去 一年大概会有五万块的回报 就是这个形成一个产业链一样的 特别特别恐怖 当亲情被租借出去之后 几名专门从事盗窃的妇女 便开始了对她的培训 对于亲情来说 她还只是一个学龄前儿童 根本不变是非 也不知道什么是盗窃 在她眼里 只有阿姨教她玩一种捉迷藏的游戏 这四个妇女带着孩子组成的盗窃团伙 除了带着亲情之外 还带着另外一个小女孩和一个小男孩 她们都曾经在视频中出现过 其中一个小女孩 因为盗窃不够熟练 被退还给了孩子的亲生父母 而那个小男孩 因为偷盗过于娴熟 亲生父母要价高于市场行情 也被退回 而小男孩过于娴熟的偷盗技巧 除了在节目开始 偷盗近八千元营业款的视频中出现 还在另外一次偷盗手机的过程中 有所展示 小男孩在一家超市的收银台附近 锁定了要偷窃的目标 他十分警惕地观察四周环境 等待收银员对座位下面进行清扫 等收银员出去倒垃圾的时候 他迅速靠近收银台 伸手到收银台里 拿走了一部手机 得手后 迅速将手机塞到衣服里 马上离开 整个盗窃过程 只有不到三秒 其娴熟程度令人触目惊心 这是今年九月三十号上午十一点 三名三十多岁 看起来怀有身孕的女子 带着这名男孩 来到海淀区万柳华联商场 一家儿童娱乐中心内 只见其中一名女子和服务员进行攀谈 另外一名女子 领着男孩 想跪台走去 这是当时的侍主 这侍主当时很热情的 还是给这个嫌疑人和这个小孩 接下来儿童游戏的 当时她是从女女进来 带小孩 然后问我这个怎么玩 然后那个女的就问我 你们这个办卡里吧 然后就拿这个牌子 特意的去等我 然后从这个位置 把我挤到这个位置 看到有顾客上门 李女士热情的向对方讲解 压根没注意 那名小男孩 已经悄悄地溜进了柜台里 这是个小男孩 开着动 拿手机 他拆到腰里面 速度非常快 基本上大人很少 没看到这小孩 基本上注意力 都在大人这里 七八九月份 陆续的商场都发生了 类似的案件 大人跟店员聊聊天 给他吸引到店的门口去 然后小孩刺激 就钻到柜台里边 柜台台面 有手机就拿手机 然后如果大人喊 那个店员没有太注意的时候 在三本抽屉里边 钱包就顺便连走 是这么一情况 这一次作案团伙中 又增加了一名四五岁的小女孩 她和之前的男孩一样 全都打扮得漂漂亮亮 镇定自若地 穿梭在人群中 寻找下手的机会 通过监控录像 民警发现 这是一个由十多人组成的盗窃团伙 经常出现在大兴区 新宫地铁站附近 从这里 嫌疑人分头搭乘地铁 到城区的各大商场 作案 这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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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小孩 这女的 这女的 这都是 这都是 这两拨的 蔡某身体残疾 是这个团伙里的一名主要成员 那名身手敏剑 穿蓝色运动服的小男孩 就是他带来的 每天 蔡某都是将男孩 交到几名女子手中 自己 从不在盗窃现场出现 为了进一步摸清团伙内的人员结构 侦察员选择在村里进行蹲守 10月13号一大早 一名小女孩被带到了村口 出来的时候 孩子仅穿了一件普通的秋衣 但交到两名女子手中后 才披上了崭新的外套 原来 这些鲜亮的衣装 孩子们平时根本穿不上 只有在下手作案时 才会被当作用来掩饰的工作服 穿在身上 经过一个多月的跟遵调查 侦察员 掌握了这个团伙的作案规律 和作案证据 为了将这伙儿窃贼一网打尽 北京市公安局便衣总队 会同海淀分局的侦察员 展开了收瓦行动 生的 据了解 10月15号抓捕当天 侦察员 共抓获以蔡某李某为首的 团伙成员十名 目前蔡某李某等人 因涉嫌盗窃 已被海淀警方刑事拘留 那名穿蓝色运动服的小男孩 以及李某家中三岁多的幼童 经过DNA比对 与两名嫌疑人 确有血缘关系 而那名来历不明的小女孩 目前已被送往福利机构 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这一步调查中